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自信 那么什么是脚臭 脚臭的原因有哪些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脚臭是指由于生理或病理的原因造成的具有较为强烈的难闻的足部异味 是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男性体态较胖或运动较多者 及脚选患者常见的问题 左图呢是一个青年男性体态很胖而且在运动 右图是一个组选的病人的脚 这个呢都是容易发生脚臭的人群 脚臭虽然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但是却是一件让人很尴尬的事 尤其是到了需要脱鞋的场合 就会因为脚的难闻的气味 导致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 让自己的自信心下降 脚臭产生的机制 主要是由于脚部容易出汗 如果脚袜透气性差就会造成真菌细菌的繁殖 一旦这些微生物增多就会分解足部的脚质蛋白 生成甲肌瘤醇 短链脂肪酸 尿素等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 从而产生脚臭 虽然有些脚血俗称脚气也可以引起脚臭 但脚臭与脚血并非是一回事 脚血是由真菌感染造成的足部前表性损伤 可通过接触传染 这个图呢就是脚气病人的脚 脚臭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是因为足部出汗过多 青少年处于清晨发育期 汗腺分泌旺盛 肥胖或运动也能促进汗腺的分泌 是足部长期处于潮湿状态 有利于细菌及真菌的生长 第二 斜袜的透气性较差 造成水分含量增高 皮肤表面的PH值变化 由原本的PH4.4升高到PH7左右 而且会致放出二氧化碳气体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脚底某些细菌的生长 第三 维生习惯不良 不吸脚会使脚上的脚质层堆积 过后的老旧脚质在汗水的坚润下 会变成细菌及酶菌所需的营养来源 促进细菌酶菌的生长繁殖 进一步加重脚臭 上面均为生理性脚臭 那么第四种是足选 有些足选病人会出现明显的脚臭 这个属于病理性脚臭 脚臭应该如何预防呢 其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蒋卫生 勤洗脚 勤换鞋袜袜 第二 选择透气性较好的鞋袜 上述措施呢 均能减少因出汗 及汗液积累 脚质堆积造成的脚臭问题 第三 减少过于辛辣食物的刺激 辛辣食物刺激以后呢 会导致汗液增多 促进脚臭的发生 第四 治疗足选 减少病理性脚臭的发生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